我觉得央视的这个词啊用的太绝了 大旗论 有的人说这个限电啊 就是什么怎么把美国的经济打垮了 之前我做过一个视频讽刺过这个事情 好多人还在这个视频里也对我 我也不回应了 我就说一下这个大旗论这个事啊 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咱们的同胞 这么怎么说呢 对美国是这么的又爱又恨 就是你成天盯着他看 然后呢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相当于是你去追一个女神 你满脑子都是他 你成天心里想的就是他 你干什么事 你的脑子里都离不开他 然后你会慢慢慢慢你会产生一个幻觉 就是说除了我不可能有人再比我更爱你了 除了我不可能再有人给你幸福了 但是你要知道对于那个女神来说 你只是众多追求者其中的一个 普普通通的一员 对吧 或许可能你有钱有势 你现在是个有钱人了 但是他并不是说就非你不嫁 所以在他的世界里头 你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明白这个道理吧 当然我不是说采乎咱们自己 或者说瞧不起中国对吧 但是说实在话 在美国这个社会啊 你在这个地方你重新去聊 你回过头去 你去看看周围的人是怎么看中国的 就并不像我们成天脑子里都是都是美国 我们要追追赶他们 我们要超过他们 我们最后还甚至要战胜他们 在美国人看来 遥远的东方的中国 只是很多的潜在的威胁其中的一个 在美国人的眼里啊 他们最大的敌人 注意说我说的这句话 在美国人达成的共识的一个普遍的共识啊 就是说在他们眼里 或者说在他们心里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 中国呢 只是说在战略伙伴中间的其中有一个 当年还可以选择合作 尤其是在经济上 但是目前已经在经济上有点 怎么说呢 在合作层面上不可能 因为你的经济发展太快了 对吧 你已经影响你周围的这个经济体体量都在变了 所以很难去控制住了 在美国人的眼里是 以前你那块作为经济区来讲 是还在我们的掌控之内的 现在很难控制了 而在军事上呢 你已经慢慢起来了 我更难以控制了 但现在还停留在什么阶段 就是说你是一个开始冒头的小弟 我并不太认为你是一个 现在可以跟我一对一 这个正面对抗 怎么说呢 这么一个一个人吧 但咱们中国人可能更多的是因为 宣传也好 怎么也好 认为自己终于站起来了 可以有实力对抗 我再重申啊 我不是说为了去踩自己 去说别人好 扬别人的威风 灭自己的这个叫什么 那句话怎么说了 但是你要了解 咱们只是说现在越来越好 这个趋势是非常好的 但是在人家眼里看来 你只是当年不起假 现在开始以前 有往上冒的这个趋势了 所以说我要警醒 我要警惕 我要踩一踩你 但是你说实话 你的实力还完全没有办法 去跟我对抗 这个也 我相信很多人 你这个沉下心来去想一想 你相信你也能理解我说的是为什么 咱们的经济线虽然发展这么强 军事上就比方说战舰什么的 也跟下饺子是光级光级往下下 但是毕竟你跟这个老牌的一个主义国家 你要比的话 还是有差距的 这个你常认吧 我们想想赶上别人 至少还需要 从硬实力来讲 可能还需要二三十年的差距 对不对 从软实力 就是大家的这个思维方式来说 我觉得还差一到两代人的差距 这个不是说 我跑到美国了 我就故意踩 对吧 只是说 我通过对两边社会的了解 我认为在软实力上 我们至少还需要一到两代人 才能真正的达成这种 向美国如今对抗俄罗斯的这种态度 真正认为你是我潜在的 现在就有可能 能真正威胁到我的一个真正的敌人 我把你当敌人看 当对手看 明白吧 现在美国还真正不把中国当成太强的对手 只能说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威胁 明白这道理吧 所以你千万不要老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开始冒头了 可以做点什么了 就已经可以把别人的社会搞得翻语覆语了 这个大齐 大齐论的这些人 简直是脑子真是特别特别的红 我觉得 就让我想起了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 我有一个朋友 特别好的朋友 是个印度人 我们就经常在一起聊 我也经常跟他聊这个印度 他就跟我讲 他说 你要知道像咱们盯着美国这么变态的 这个这么畸形的这种心理啊 印度人对咱们其实也是一样的 你就想想吧 印度人 印度社会成天盯着中国看 他们认为自己呢 已经可以超过中国了 所以他们很多东西都去跟中国比 他们会想 你看我们的铁路 虽然咱们看他们人家火车挂那么多人 对吧 但人家也会想 我们铁路 你看全国这么多地方都可以去 中国能做到我们这一点吗 很多没见识的印度人啊 他真是这么想的 所以我们经常到网上可以看到一些 印度人来中国以后 突然就开始那个 就是大吃一惊了 原来中国是这样的 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人家社会的这个宣传里头啊 咱们是很落后不堪的 所以他们能跟咱们去比 什么都想跟咱们比 这个心态 就跟咱们什么都想去跟美国人比 一样 咱们是成天盯着美国看 他们是成天盯着中国看 你像有的印度人啊 就觉得 我要是抵制你的小米 抵制你的这个中国手机 中国经济就垮掉了 还有那些地理没学好的 说我把恒河水一堵 中国的长江黄河就没水了 你把水的流向 你先得清楚 咱们如果要一堵 你就没水了 你怎么反着 你怎么认为 你水是反着流的呢 对吧 但是其实你要知道 这意思其实就是这样的 当你很短视的 去盯着某一个对手 使劲看看 看看都快死了的那种情况 目中无人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幻觉 认为你的一举一动 就可以对他产生严重的影响 不要有这种想法 好不好 点赞加关注 带您看整事物包装的美国 点赞多数字 politician 好